大家好,我是Tr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禁輪英超最後一場對決,會如期進行 熱刺將是主場迎戰車路士 熱刺在今季英超中未曾敗職的唯一一隊 目前處於英超四連勝,整體發揮很穩固 金像面對近況不穩的車路士,熱刺主場贏球應該不難了 熱刺方面,卡尼出走到拜仁慕尼克,沒有英超執教經驗的普斯迪高路走馬上飲 這些元素在賽季開始前對熱刺來說都很不理 但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球隊竟然在一班觀眾面前來過下馬威 十輪英超熱刺贏了八場和兩場保持不敗 成為目前唯一保持不敗的球隊 這表現令他們爭管路上亦是一片大好 孫興文,瞻視密迪遜是熱刺今季成績最好的關鍵人物 孫興文,至今入八球,在英超神射手綁上排名前列 而密迪遜目前攻入三球交出五次助攻 增強球隊攻守轉換以及推進能力 雖然熱刺攻擊力並不是英超數一數二 但他們前十輪內九場至少入兩球 今季亦多達七次先開紀錄的一邊 進攻表現頗有保證 另外,熱刺今年二月曾經是主場擊敗過車路士 結束對賽英超八場不勝 而今季主場作戰亦為他們帶來信心 今季英超前四次主場出戰 二次斬莫全勝戰職,主場戰鬥力很強 有見及此,今將他們延續勝責問題不大 陣容方面,文娜蘇洛文 以及前鋒艾雲比列石都因傷缺陣 另一邊,經歷上季低迷 車路士今季表現有所進步 不過現階段,他們都缺乏穩定性 球隊就因此成績沒有大大提升 前十輪英超車路士暫時以三勝三和四負 位列中游偏下位置 至今未能進入過聯賽前九位 而影響球隊成績 更多是因為他們進攻方面不能有穩定輸出 對內頭號得分手 史達林只不過攻入三個英超入球 此情況下,車路士的風扇一定要更多人走出來才行 正如九月進行四場比賽,車路士面對白禮頓的英聯盃中入一球 另外三場都無法入球 雖然近五將,四將至少攻入兩球 但上輪車路士全場多達17次 射門只有兩次命中 最後以0比2輸球 看到車路士在場上容易得勢不得分 另外車路士失球數只11個 這項數據排名英超前列 但今季,在英超方面只是試過三次零封對手 近兩輪,他們都失兩球 而這個失球都在下半場出現 後方才存在一定隱患 總結來說,今進作客對陣狀態火熱的熱似 車路士不如骨鼓 陣容方面後衛 科芬娜和前鋒尼坤鼓都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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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